国盟和国阵两任首相针对经济管理不善的课题隔空交战 其诺党全国主席林冠一就询问首相 会不会要求丹斯里慕尤丁辞去国家复苏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以免政府分脸呢 林冠一今天发文告指出 巫统边加兰区国会议员拿多斯里阿莎莉娜 上个月质疑首相没有委任自己人担任总检察长 不久之后就辞去了首相顾问的职务 如今慕尤丁同样公开质疑首相 是不是也应该放弃理事会主席的职位呢 林冠英质问 既然慕尤丁提出的中小企业暂缓还贷计划 还有解决外劳短缺的各种建议都被忽视了 那么保留他的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名财政部前部长就认为 首相应该展现更权威和果断的领导能力 解决国家面对的种种经济问题 而不是在分立的政府下做决定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